我们过去看的漫画都是一格一格的平面漫画 但是画家徐慕迪这次推出的是科技互动的漫画展 包括了客家小炒、白斩鸡、还有福菜肉片汤等等 这些美味佳肴的绘制过程可以让民众用眼睛来品尝客家料理 可以说是充满了新奇与创意 漫画迷期待已久的徐慕迪科技互动漫画展 终于在桃园市立图书馆龙潭奔馆展出了 这次的展览跳脱过去四格漫画或是影像播放的方式 而是采用科技互动的情境包装 让民众用眼睛品尝客家料理的精致与巧思 当观赏者站上客家菜的地贴时 左墙面会展现初稿到上色的创作过程 右墙则是介绍菜肴的来源 而中间的圆桌陆续旋转 一道道好吃的客家美食慢慢端上桌 他们给我很多资料看 后来我就画好把那个餐宴的那个 现在呈现的这个计划出来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很满意 我还画了几子酱跟酱油 徐慕迪挑选客家美食精心绘制 六道菜分别是客家小炒 白斩鸡 福菜肉片汤 客家板粽 猪笼板 以及客家咸汤圆 绘图的方式与平面不同 因为要透过数位化 色泽做了许多的调整与改变 在画的时候就是保持它的原味 因为现在房间太多客家菜 都是太多美化 太美化了 所以我画的时候就尽量保留它的原始风貌 徐慕迪从台南移居到龙潭客家庄 在饮食与文化上受到不小的冲击 在慢慢适应地方生活之后 将个人对客家美食的印象绘制下来 透过漫画与大家一起分享在地的好滋味 感谢观看